早一個月我在Instagram做了一個投票 問問你們我今次飛日本 你們想看日航還是全日空的商務客位 這就是你們的答案 我們現在就在東京羽田機場搭早機回香港 檢查程序就很快 而且不知道是否幸運 那天搭早機機場就沒什麼人 海關、行李檢查都相對快很多 好,過關之後就去Lounge蹲下 全日空的商務和頭等後機室很容易找 一出海關,轉右,然後在1111號閘口的樓上 就是了 電梯上來,直行就是頭等後機室 而商務後機室就是轉左這個 好,驗證了你不是混吉之後 就沿著長走廊進去後機室的Lobby 這個後機室都很大 很多梳化和椅子 我們那天就幸運 因為搭早機 差不多是最早那批進來後機室 所以一定可以拿到漂亮的位置 但如果是晚一點 就很多人 就好像這一刻 我只是半小時後才拍 梳化已經充滿了 餐廳有什麼呢 飲品和食物都有多少選擇 食物方面就是和洋合璧 西式會有肉丸、薯角、三文治、凍肉沙律 日式會有咖喱飯、壽司、麵士湯之類 旁邊有咖啡機、汽水機 還有烈酒、白酒、紅酒、威士忌 都可以喝喝的 這壇東西就有趣了 是一個針啤酒機 現在也是早上7點 我喝不喝好呢 它還有一個麵 有幾款麵可以點 你和裡面的人單聲 然後等幾分鐘便有 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選一些近窗口的椅子 因為這裡看飛機是一樓的 因為這裡看飛機是一樓的 再走進一點 還會有多些位置 還會有幾張梳化 裡面也有一個小一點的自助餐區 不過食物就沒有那麼多選擇 這就是其中一個浴室 總共有七個 設施都很齊全 一樣奇怪的東西就是 花沙旁邊沒有一些一樓的東西 原來他們是用包裝的 塞在籃子裡 一些包裝的洗頭水 沐浴露 這架前的裏面 駕駛的設施 沒有說應該有什麼 就看到這裡 沒有說有什麼 商店或是私人休息室 我們現在就上飛機 看看飛機是如何的 登機雜航108A, 輪到便宜, 很近 這次坐這架是波音7879的飛機 全日空是全世界擁有最多波音787飛機的航空公司 現在飛65架, 還有18架 這就是我的座位, 10K, 老婆坐在前面, 9H 這個機艙的座位設計是Staggart, 即是交叉的座位 確保前方的乘客不會坐正在你前面 現在看到馮小姐的座位是在走廊旁邊 我這個座位是在窗旁邊, 就是這樣的道理 坐在這裏的座位就足夠了, 前面有很多座位 先讓我喝一口水, 剛才那些拉麵應該是很乾 你也覺得是嗎? 好了, 繼續看看位置 旁邊有一張大桌子, 可以放電腦 旁邊有一些插頭位, 一個USB, 耳機插和電插 還有一個REMOT, 一個比較舊式的遙控 還有一眼睛毛燈, 有兩種不同的光度 前面有一個歐仔, 可以給你掛衣服 但這個座位就一件事不好 除了桌子之外, 它就沒有其餘的收納空間 電話和相機都要放在桌子上 這樣就不會覺得特別安全 它隨機會給你一些什麼呢? 有一張毯子, 有一對拖鞋, 還有一個耳機 耳筒就不是Noise Cancelling 不過都可以, 因為這些波音787 這些Dreamliner機器 機艙會比其他飛機 這個也是波音787的一個特色 相比其他飛機, 它的窗會比較大 而且它的櫃子是全電子化的 你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慢慢調暗 不過這件事是很久的 如果讓我選擇, 我也寧願選擇 跟普通拉上拉下的櫃子 如果由東京回香港的話 就最好坐右邊窗口位 因為起飛後十分鐘左右 有機會看到富士山 天氣就不是很好 被雲遮住了 不過如果很天氣的話 就真的很漂亮 這個景色 在這裏真的要和大家說一聲 就算你坐飛機要脫鞋也好 也要穿一對襪子 要我整程看著你的腳 真的很難看 看看有什麼娛樂節目 好, 這個機器的電腦都挺新的 而且有很多選擇 亦都有Live TV 有CNN 有NHK 還有可以看體育 可以收看航班資訊 亦可以發訊息給隔壁 赤腳的阿伯 食物 食物方面又如何呢 一起飛之後 就會給你一包小食 一些小食 正餐方面 可以選擇洋食和和食 我選擇了和食 有一個很精美的前菜便當仔 主餐就是蓮藕牛肉飯 還有麵豉湯 食物是蠻好吃的 而且至少吃得飽 我亦叫前面那位 去拍攝食物 他就吃了洋食 前菜有些蝦、燒牛肉 主菜就是魚和飯 也挺有趣的 吃完飯便先休息一個多小時 按一按按鍵 座位便會變成一張平床 不過有一樣東西就好不好了 我六尺高 如果躺平的時候 是會頂腳的 所以如果高一點的網友 可能就要弄一弄膝頭 坐得很開心的一程旗了 日本人做事沒有死的 非常高質 滿意 多謝大家收看 飛機片不用等很久 下個月又有一條 接下來的影片就是 郵輪片 跟大家介紹一架去日本的郵輪 拜拜 拜拜 字幕 李宗盛